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中国传统上来讲是一个真正的有神论的社会 你现在来对于佛教 道教 各种中间流传 还有民间流传的各种敬畏神的那种活动 是非常普遍的 那么这个吾斯论是马克思搞出共产党传到中国以后 近几十年才搞出这么一个东西 可以说吧 吾斯论是个伯来品 所以在中国吧 他就推行这种把一切对神的信仰吧 都说成是这种封建离性 那么对于那个 他虽然有表面上维持了一点 所以这种寺庙啊 这种道观啊 都还有我们有关 那他只是一种一种形式 为了就是那种统战的目的搞成那种形式 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呢 他是一个无私人在主导地位的国家 然后呢 他的教科师说的教育下来 特别是我们这段年轻人们 就包括共产党教育下来人吧 这种无私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 那么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 我们上课也好 我们从小教育也好 就是相信这个进化论 就是讲这个人类实际上是从原始的这么一个细胞啊 从那个水生植物啊 水生动物啊 发展到猴子啊 再变成了一个人 那么这个实际上这边有神论是不相容的 这个进化论这个东西呢 它是本来是一种假说 那么我曾经跟一个一个朋友啊 他是在世界上很有成就的那种事犯啊 那我们就谈到这个谈到这个这个这个进化论 那我就说进化论是一种假说嘛 所以那他就非常很惊讶 他就说什么 他的进化论是一种假说 我说对啊 我进化论 就达了人提出来以后 他只是一种一种根据他的观色 提出这种世界的这种解释 这种物种的起源的这种解释 那么他这种假说 那么这几百年来啊 人们的生活学要努力啊 就是为了去证明这个进化论 尽量去搞这种证据来证明进化论 那么他本身是一种假说 我说他也是搞科学的嘛 我说那你搞科学的 那你首先进入一个东西真理的话 像数学啊 物理纪律啊 你得去有证明吧 我说甚至那个这个进化论本身 他根本没有达到这一步 他更大的成绩是一种信仰 这种基础下来的 达尔文他本身对这个进化论 在网络里面说 他自己是持这个怀疑态度的 就是说他甚至一点后悔 他就是对他自己去做这么说 他在第一版的时候 吴宗泉第一版的时候 他提到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说如果一只熊 下到水里 那么经过漫长的时间 它可以演变成金鸣 所以就是这是整个进化论的中心 就是说一个物种 一种物种吧 可以进化到另外一种物种 那么达尔文他在 晚年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例子就拿掉了 因为他自己觉得这些东西 没有证据也太离谱了 这个特别是到这个 这个现代生物学以后 就是什么生物学 但是生物学本身 他也致命这个进化论 是很多方面是不诚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进化论 他最重要的是找到这个 中间的过渡化石 因为你说从一种 一种动物 一种生物吧 他进化另外一种生物 那么如果进化是一种 是一种普遍成的现象的话 他应该要大量找到 这种中间过渡的化石 为什么这么巧啊 什么化石都有 唯独这个中间过程没有 因为你如果进化跟普遍的现象 因为到处的普遍成的中间化石 曾经有出处过喜剧这种 所谓的过渡化石 找到了大家都很兴奋 叫做六具这个十足鸟 这个化石 是介于这个鸟类 十足鸟 后来介于这个鸟类 和爬上的动物之间的一种 一种化石 后来有五具 证明是假的 那么有一季呢 还继绝就是这个 宣伪的建议 宣伪的建议 后来 后来 后来这个唐寨时候呢 是因为他太相信这个进化论了 他早不知 他有做一个证据出来 从那个分送学 角度讲的话 就是说 那个进化 它实际上是一种 是一种途变 那么这个途变 它本身来讲的话 是一种 现在 从现在的这个观察来讲 途变 它 因不变的话 是一种方向上坏的方向上 所以说你真要是从 只有从这种 达万物 你从来 进化出这么有序的这种世界的话 这种生物的话 这种天气 天气白怪的 这种生机勃勃的世界的话 那真是 那是需要 多少多少一年 造一年 才能进化出来的 才能达到的结果吧 有一个 我看过一本书 一个宣姐姐 她几个例子 那就说 从 从那个 进化论角来讲 从一种 五种 进化到这种人 它就相当于是一种 一种季风 刮过一个废物场 然后那个废物 就经过这种 随机的这种 组合 最后组合成一家 那个 这个春期 是这个 这个国营 其实是去飞机 它的概念就是那样的概念 所以这个进化论 这种假说 没有给科学证明 而且现在生物学家 正在早上去证明它 从这个早上 证据上来讲的话 很多是这个 这个不是知识 而是坦白这个进化论的 从这个很多这种 史前文化呀 这种 古代的遗局呀 这种 古代留下的一种文明 发现这种进化论 心目中好像进化论 就是一个真理 而且相信有神的人 或者是 争争自己是 相信神的人呢 好像被视为一种另一类 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陆 这么多人心目中 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就是他这个 这个完全是他的教育嘛 就是说 比如说中国的很多老人 到了这个美国 有时候就要参听啊 看见这个美国的教堂啊 怎么那么说啊 就觉得不可理解 你知道啊 你参观还都到处去教堂 他觉得科学啊 这么发达 怎么会这些人还上教堂去呢 对 就觉得科学和有神是专利的 包括那个江文明到这个美国来访问这个 这个他曾经问过柯林顿这么一个问题 他说西方科学这么发达 嗯 为什么人们还去教堂 就觉得他就是不可理解 对 就说 就是大陆这个这个无始人 他就是这个宣传的教育 他就这么一个结果 他否定了中国几千年龙化传统 这个这种就有持神的敬仰 有持人的龙化传统 就讲了这个人定胜天 好像人想干什么 就能干什么 所以这个导致神说 人有多大胆 必有 人有多大胆 必有多大残 就是说 他这种 怎么讲 就是说 他是否定了 他就对神那种敬仰 那么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 觉得 那相信有神 好像是一种 就是一种完全是 自我放弃的 这么一个状态 就好像是说 我相信神了 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我就好像就不努力 不奋斗了 那么这个观念呢 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 也是根深蒂固的 我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 是什么 这点 你说你在特别的西方来看 很多很有成绩的科学家 他们都是对神有信仰 你刚才不是 那个布什中的说吗 你说布什他没有 你想吧 他能做到美国总统 你觉得他是 他是看过红尘当中吗 他当然 他就是一个很诚诚的 一个信仰 对不对 所以这个观念 好无道理 那就等于说 实际上信仰 有信仰 并不等于是 自我自暴自弃 看破红尘 常常信仰的话 人的死人 就会变得坚强 能够面对这种 这种困难的时候 比如说 一个人 一个常人 他没有信仰的 无声认者吧 他在受到巨大的精神 生于打击的时候 他就能想到人 就是 这种自杀 就是一了两次了 因为他承受不了了 而一个有神 一个有神论的人的话 有宗教信仰的人的话 他就认为 或者认为是这种 一种考验 一个磨难 那么按照佛教的讲的话 他就说是还债 就是他一定要承受过去 这不就还 往下不才还要接着还 那么对于这种 或者说呢 他作为有神 在这种困难的目的上 他可以提出神的帮助 他可以有个依靠 对不对 所以说 对宗教的那种信仰 对神的信仰 常常是变得坚强 您这个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从目前 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 这么多法轮功学员 实际上他们都是相信 有神 有道 有佛的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修佛的 那么 天安门自神事件 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 很多对法轮功学员来说呢 他们都觉得 好像是非常可笑的 因为他们知道 法轮功学员 是不是根本不可能去自杀 对 反正他认为人呢 他不是猴子变 他认为人呢 是神造成的 就说了说了 我这么插一句 就是这个人啊 只有那个计算机 人可以造出很先进计算机来 举计算机放着买 你不觉得这张计算机 好像是 就是他自己风一吹 就吹出来的 对不对 他觉得是更高级的声音 造出这个计算机来的 你说 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一切是什么 是计算机吗 你说不是 是那个做的那些人吗 还有比计算机更好的东西 是什么 那就是人 对不对 人觉得这个计算机好 你看计算机上的胳膊手 对不对 所以最先进的一切是那个人体 对不对 那些人 不是自己造的吧 你说是人造的 那么最先进的 这个人体 这个机器 是谁造的呢 是自己造的吗 简单不是嘛 那我们就知道 有信神的人知道 这是神造了人 比如说西方宗教讲是 这个耶稣 用泥土造了人 中方讲这个女娲 对吧 也是用 女娲 女娲用泥土造了人 女娲用泥土造了人 然后那个西方宗教讲是 那个耶稣用这个 耶和华 耶和华 是吧 造了人 对 所以说 怎么讲就是说 他因为他用这个人的来例 是 他 就是相信这个人呢 是神造的他的 那么神安排了他的一生 那么他的一生安排好的话 他就不能够去违背神的意愿 对不对 你说你去制衡了 你去自杀了 所以很多宗教啊 很多这种 这个政教吧 他是 就是说 包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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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轮功的修炼吧 他不重要 他就修炼吧 佛家的修炼 他就是绝对禁止杀生的 因为杀生以后 造的也特别大 那你杀生你就还了 那你背着就说不成了 所以说 你要是说这个房钱去制神了 这东西完全都是中央电视台 或者中国这种官方啊 这样子里其中啊 他用了这个 机会法轮功的这种手段 让大家不了解 对啊 对啊 对于这个 比如说那个法轮功学员 他 实际上来讲 他对整个社会道的 那个回生 是很有好处的 对 就说修炼以后 对不对 从他 从过去啊 他就是说 呃 他就是工作当中 练习做个好人呢 家里做个好家里成员呢 学生做个好学生呢 他对神的信仰 使他 就愿意去做一个好人 而这种做个好人呢 跟常人的运动 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过去搞这个 无奖师妹 对吧 学雷锋 搞这个金城文明运动 对不对 他是一阵一阵的 那么这种修炼啊 这种 这种法轮学啊 修炼以后 对神的信仰啊 就使得他们 真的是 他最想做一个好人 因为呢 因为神 让他的做人 就是给他一起机会 让他再重新返回到 他先进的位置上去 叫三种微生 那么他要做到这一点呢 就必要做一个好人 就不能做坏事 所以说 法轮功学生做好人的话 真的是完全发出内心的 在人看这些时候 他当然会做好人 对不对 比如说 就像很多学员 他呃 他过去可能就是说 别报废吧 对不对 不是 做修炼以前 包废总是想 哪能拖得你最 拳点最 拳好处嘛 反正这个人也不知道 对吧 你做了就做了 而法轮功讲 成量这个好坏的 唯一标准 就是真善忍 三个字 你就得按照真善忍去做 任务程度上 你就要做到真 所以就是你说在这个 这个我们上次你讲了 对不对 那个 这个怎么 就是他转化你 对不对 你如果签个字啊 我不修炼了 回家到上修炼 不行 好像就在修这个真善 他就是 实际上他就说 我认为是真的 我就按照这个 你手下去 任何东西 任何强权 任何压力 都不能够说 改善我的信仰 看来啊 这个有神论和无神论 对于现代人来说 还是一个争论不修的问题 但是呢 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呢 确实对这个社会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们对这个道德回升 坚持尊赞忍 这个信仰 对这个社会 对国家都是有百利 而无与害的 好像布什总统呢 在他的这次演讲中 也提到的这一方面 就是有一个信仰 实际上 并不会造成 社会的不稳定 观众朋友 今天关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对于有神论 无神论的这个话题呢 就说到这 但是有一点 通过我们的谈话 我相信观众朋友 是有一定的印象 那就是说 法轮功的学员 他们确实是在坚持 真善忍 这种崇高的境界 那么我希望中国政府呢 也信派停止 迫害这些人 因为他们确实是对中国 对全世界 都是一个最大的贡献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 您最交给的时间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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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